大家好 欢迎收看趋势指标 那今天是6月12号礼拜三 那我在从端节 端午节三天没有上节目 因为休息嘛 然后礼拜一礼拜二也没有上 五天没有露营 五天没有露营的状况之下 其实现在感冒还没有完全好 所以如果音效不好 那请多多包涵 将就听 不过有很多投资本也说 不错啊 老师没有看到你的节目 不知道未来一个所谓的方向 那我现在直接跟各位讲 讲反弹结束了 反弹结束了 对嘛 好OK 那怎么去看 我先教各位看 你看电视你是在看门道 不是在看热闹 我一直跟各位讲 你要提升你自己 你不要看其他的分析节目 都在跟你讲 每天一直给你洗脑赚钱赚钱 不要那么笨啦 比较聪明的 做人喔 你很多的想法 你如果没有经过一个所谓思考 事实上 那个都是在讲那个什么 什么什么 画大饼的事情啊 画大饼啊 讲得很好 其实那个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 那郭宣政不来这一套 我就直接跟各位讲 高点跟低点为了要怎么做 然后我的做法 也有很多的股票我应该怎么做 我现在跟各位讲 很多的平概股随便空 OK 从今天开始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开始 你又可以随便空 为什么 你要听我节目讲完啊 你要听我讲完才了解啊 OK 我们现在谈谈 台积电台积电今天最后一盘 246是前一档内盘价 我在讲内外盘价听得懂吗 如果听不懂 那代表你的看盘技巧有待改进 还有很大进步空间 最后一盘246是前一盘内盘价的下两档 代表这是卖单 台积电是外资的风向球 你要注意喔 那台积电有出现这个状况 当然我之前跟各位讲过 台积电在270我会看到230 结果227做止跌反弹上来 那反弹上来的0.38是在243.5 我讲这样各位听得懂吗 听不懂 你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那今天呢 最后一盘是这样 那你要小心 它是外资的风向球 外资是用这一档来做一个所谓的信号 信号 告诉 因为外资不是只有单一一家 那大家的一个所谓集合就是代表一个所谓风向球 然后再来看鸿海 鸿海今天虽然拉升上还是涨 对不对 但是这个3000张是成交下一档 前一盘的内盘价的下一档 这代表这是卖单 那这两档都是卖单 你就要小心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3406 K他 我昨天K他 今天可不可以K随便K 来 1425张 这成交前一盘内盘价的下两档 代表这是卖单 那 你先注意看喔 台积电 不是郁金光 今天头脑还是昏昏的 如果讲的不清楚 各位见谅一下 来 你看喔 他告诉你月增多少 获利多少 这都不是重点 单月EPS 4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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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S是0.35 4月份就0.35 对不对 OK 这这两天的 那 1到3月首季 是0.05 数学会不会算 这第一季Q1嘛 就1 2 3月嘛 那4月的话 单季 单月是0.35 0.05 再加0.35 不是0.4吗 这告诉你 1到4月份 EPS只有0.4 那 现在中美贸易战 苹果没有受影响 有 所以他的股价 非常的高贵 钱多的欢迎买好不好 我在空 我在空啊 那 昨天涨停板 一堆人 昨天涨停板 一堆人就跑进去买了 然后呢 今天呢 开平地又拉升上来 又一堆人进去买 可不可以买 No 主力作手 他不可能拉上来 帮这些人做解套 同时 这一根是3多K 大量 这样看得懂吗 2万6千970兆 这是5月二十 那团生上来 赏户都套在这里啦 那主力作手 会拉上来帮这些人做解套吗 No 这有一条骨带 那请你保重 那如果这个还不懂 我再跟各位讲 这个东西 你有没有看到 362 362 今天最八 35 358.5 OK 所以我跟各位讲 我之前喔 跟各位讲的 3504 3604 真的是有点空空的喔 这里叫你要卖 空空空空 我这里有空啊 短线被告 我是照讲喔 那 昨天 昨天拉升上来 不好意思 跟今天 K他 那 我在line里面 已经跟各位讲了 一般的头裤 分析节目都是 事后告诉你赚多少 只有郭宪政都事先讲的 你去看所有头裤节目啦 只有only 因为我是only one 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子讲 对啊 好 OK 看这一档叫做 瑞玉 瑞玉 我给他一个故事啊 他是在高档还是低档 請各位注意 你做股票 这附近买都OK 如果在这附近买的 我请你退出市场 100块 120 130不买 涨到这里才买 你是对的吗 我跟各位讲 主力作手绝对不会在这里买 但是这里一定发布力多 怎么看 来 前景大偶配息7块 今天的事情 来 半导体发威 瑞玉 哦 讲了一大堆 领军啊 瑞玉登高一呼 我跟各位讲 还这里外资调升 外资不会在这里调升瑞玉 会在这里做调升 那 外资在这里会买 那这里要调升 你才会进来买 不要当赏户 那配7块 对不对 来 用一句台湾话 你要爱人的利 利利利息 股息7块钱 人要爱你的母 这句话懂不懂 你要爱人利 人要爱你 你的母 就跟三十年前 那红元集团一样嘛 你就参加他会员 然后就 驾一百万里面 每个月就 就都会给你二三十趴的利息 十几趴的利息啊 你利息领了大概三个月 四个月以后 你一百万本金没有了 但是你收回来 那三四个月 四五十万 三四十万 结果你还是赔了一屁股 你要爱人利 人要爱你的母 你看他尾盘杀成这样子 我再K他 我在高档我都很敢空啊 美利利我敢不敢空 一样 我都在高档空 主力作手会拉上来 来这里谁买的 赏户赏户 主力作手会拉上来 帮这些赏户做节套吗 他会在这里拉上来 他会出现 他上来以后会出现利多啦 利多以后你进去买 那就死给你看了啦 3105 来 今天一万四千多张 今天大盘涨 他是逆跌 那我也是空他 来 之前这高档 我叫各位要卖 对不对 那我说 会跌到这一个点 好 来看这里 事先算的 这里 那我这里没看到 我这里都没看到 请各位注意 技术分析是没看到 就算出来 156 如果来到 这是我骂 233 这叫双技术 如果233 来到233 这里一定是利多 你不用看你自己看 这里全部都利多 外资 外资调升 背天也挣跌 散户就进来了 那我之前在八十几块 九十几块叫你买 没人领我 那这里外资调升 一堆人进去买 你不能做双方 不要这样 OK 如果233 我告诉你 你会跌到156 你觉得怎么样 那这里反弹上来 这里你自己小心一点 算在这里让你看 那 再来你就要小心 自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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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我都跟各位讲 当然你现在 听我这样讲说 老师 我们要业绩加好 最近 苹果股价再谈 那我们再谈谈苹果 OK 我们再来谈谈苹果 好不好 苹果 这高点我算出来 这高点我 这低点我算出来 这高点我算出来 对不对 那下来我们告诉你 170 我如果不说你高我10 170 来看一下苹果 你在看什么头裤节目 也没有像我 直接跟各位讲 OK 这170 这个拿掉 我没看到后面 这个点是不是 多少 老师 波兜买一阵 你波兜买一阵 170 OK 然后我没看到后面 我那时候在低档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 170 他会做一个反弹 上来这边是170 196 来 各位眼睛睁大一点 叫196.85 那 这个少一天 少一天电船 那已经接近了 那你自己小心注意 我跟各位讲 苹果股价 这里的高点我算的 这里的低点我算的 这里的高点我算的 这里的低点我算的 这里的高点我算的 高点低点 我都事先算的 高点 高点低点 高点低点 高点 那再来 小心破线 我已经知道怎么算了 这里建高以后 下来会破这个点的0.618 大概是在这里 我已经算好了 听得懂 听得懂 请举手 听不懂 听不懂 那我们再来谈 科 纳斯达克 这没看到我告诉你 这里是高点 老四 老四 准 8176 那下来 我是跟各位讲 先看7417 对不对 老四你没准 还跌到 跌到这里 最低跌到7290 差100点 你还要够 那上来 我告诉你 这里 这里 有没有 碰到这里就下去了 看得懂吗 看不懂 纳斯达克7822 对不对 这里收7822 这个点 这附近算出来 这个点 这附近算出来 好 那纳斯达克 再来会跌到哪里 知不知道 直接跟各位讲 这里 这叫双技术 你看不懂 因为有双技术在 没关系 给你看个仔细 69526948 告诉你 还会来这里 这个高点 这里算出来 这个低点 这里算出来 这个高点 这里算出来 未来这个低点 这里算出来 听懂 请举手 听不懂 对啊 你要看电视节目 如果看那个每天都大赚的 还有没有其他的技术 跟各位讲 所以我跟各位讲 有很多的股票 加权一样 加权你讲一下 这个低点我算的 对不对 这个高点我算的 元月3号告诉你 元月4号见底 4月17号告诉你 4月18号见高 我都只有留下这证据了 其他我懒得讲 元月3号告诉你 元月4号落底 4月17号告诉你 4月18号转折向下 我在节目上已经讲过了 好OK 这里都没看到 如果告诉你 哦 11097 这里告诉你的时候 是11016 230点 你不要算够了 这里会来 哦 老师 真的呢 对不对 好OK 那上来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 10559 这里属于操长哦 这里属于操长哦 为什么 这操长是人为座驾 我讲这样各位懂吗 人为座驾 人为座驾 我在上礼拜就已经谈过了 因为护盘基金有进去 那一般以前的护盘基金 不会这样子搞的 以前的护盘基金只低接 不强工 但是为什么换了政府 就换一个脑袋 我也搞不清楚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好OK 那来到这边 你就要小心 好OK 那这里我再讲一个时间波 1 2 3 4 5 正负1 对不对 到第二天 为这跳空下跨以后上来 1 2 3 4 明天你小心 听得懂我请举手 这叫做分段 分段 废势系数 那 好啦 再跟你讲这个 扣高转折 扣高转折 你是在 你是在会大 这也是扣高转折 有没有 明天是不是扣高转折 对不对 周线呢 这是三转 这是三转折 我看一下五转折 对不对 好月线也给看一下 看得懂月线吗 加权的月线 扣高转折 这里扣低涨 然后来到这边扣高 你要小心要跌 好OK的 反正 扣高转折 我跟哥哥讲 如果你没有事先预算 其实我请你离开市场 你 因为 投资很套转 原因就追卖股票嘛 产户都是看到 财报转加 然后营收增加 外资调升 对不对 获利很好 你就进去买 其实它大部分都是高点 对不对 然后呢 你要懂得 事先预算低点 高低 那低点一定是利空 一定是所有人都看不好 郭先生就是 你看不好我看好 你看好我就看不好 所以我曾经跟哥哥讲 先讲 我不是在 我不是在修和人过日子的 我是看三个人要抵我 我教他 探前黑基础 找我探前拔 去找别人 还有一种 消贪软软软去找别人 当我会员 我这个低档 我会一直买 在高档我会一直空 就这么简单 甚至今天赖族群上面 有很多人告诉我 老师 郭郡你好准了 380亿卖掉到现在还不买 老师现在跌这么多 从你说381 卖掉以后到现在 已经跌成这样 可不可以买 我现在跟你说 你要叫他买国具 怕事 我敌死不从 你叫他买国具 我敌死不从 因为还有低点 低点在什么地方 你会不会算 你不会算 我当然会算 381 这来跟各位讲 钱多的欢迎买 钱多的欢迎买 不要中枪 不要中枪 这里 这里也叫 告诉你不能买 这里还是一样不能买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低点在什么地方 好啦 ok 这个也顺便跟各位讲一下 62号讲63号就这样 这个日线我可以转成为周线 ok也可以转成月线 ok 那监入会 刚好月底有个针对会员的 技术班 免费送给你 你付一点点的费用 但是你得到的是一辈子效应 所以这个一辈子效应就是 你未来只会低买高卖 你就不会见长追见跌坎 你就不会三桌四桌 十桌高庭顺 ok 听得懂吗 那可以帮你省了很多冤枉钱 你未来就会低买高卖 你只是 你学过技术分析 你大概就是会低买高卖 不太容易赔钱 懂吗 只是赚多赚少的原因 的过程 就是赚多赚少 结果就是如此 希望你听得懂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到现场 再跟各位继续谈 今天入会加征六二十九号三观价 预算密集班 这本来要收费 但是今天入会的话完全免费 那你一辈子受用 我已经讲一辈子受用了 听得懂吗 不要花冤枉钱 郭先生的才有用 速播023898689 023898689 起发头顾有粉丝团喔 向往花钱不犹豫的生活吗 想轻松退休不为钱烦恼吗 快掌握起发头顾分析师动向 线上解盘 财经解读 台股分析 讲座资讯 重点新闻 起发头顾粉丝团通通都有 锁定起发头顾粉丝团 让你财富满满满 竹梦专线023898689 起发头顾 启动财富成长 发现幸福人生 想带家人出国旅游 却难以实现 想为家人换车 你却迟一了 也让缺钱成为你的理由 让起发头顾 协助爱家的你 打造幸福美满的家庭 选择起发头顾 获利轻松入带 致富专线0223898689 0223898689 起发头顾 欢迎回到现场 那你也可以参加LINE LINE的ID就是 小老鼠Train168 那来看一下 我们最终者已经有一万 一万人 很多啦 未来越来越多啦 因为很多人终于知道 这郭先生还不错 来 那小房子的部分 我每天会给各位 今天是礼拜三 这是礼拜四的 这是今天的一跌股 高档一跌股 一千多档选出来 就是大概在十来档 以前做多是低档出量股 现在做空是高档一跌股 明天扣高 三关架 双关架 就这样 你要是这种东西 不是每天听人家讲 我赚多少要赚多少 你要我讲我也会讲 好不好 我就是 涨的都是我的 而跌的 我现在在空 跌的都是我的 不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子看 你要看这个老师 是看有没有那个程度 郭先生三十几年一个岁的经验 我讲三十几年 很多人不相信 证书看过了 我不再重复 我还是讲一句话 探紧有技术率找我 探紧有伯娘请找别人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告一段落 那如果想要成为个 所谓高手 我会教你 那今天入会 就加正6月29号 这个月底的 预算密集班 今天节目到这里 就告一段落 足够明天操板順利 本投资公司 云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盛平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